大家好,我是桑普,今天是8月29日的晚上, 欢迎大家来到收看桑普频道,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利用superfanser function赞助支持课金本人,多谢各位。 今天我们就带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去讨论这个案件, 我昨天已经预告了,今天会讲这件案件的了, 就是关于这个立场新闻案,也就是说反送中后四大案,国安法后四大案之一, 未来的还有这个47人案,黎智英案,就是苹果案, 和这个周幸彤、何俊仁、李卓人支联会等案, 那我们看这个就是四大案,基本上都需要很长时间, 尤其第四案件的话,排在明年的5月才开審, 然后为期75天的审讯,都不知道明年是否能完得到, 拖拖拖拖,就是避免外国在有确定判决之前, 或者有有罪判决之前去干预, 就是说要求保外走医等等,拖足这么多年,未审先压, 希望整个世界的风潮不再关注香港的时候, 就不断重处出击,将中共受外国的制裁, 或者批评减到最少,也都希望各国不再关注这件事, 其实是否事与愿违呢? 我会觉得在乎我们是否将这件事继续使世界知道? 说回法律政治的层面,这两个层面看回这件案件, 我们更加需要注意这件案件的来龙去脉, 回顾一下,我都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 段段续续都说过这件案件的了, 还记得2021年12月, 我记得是12月29日,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钟沛权和林少彤和其他很多人被逮捕, 然后整个立场的新闻要关停, 当时众新闻也做出很难取写的抉择, 最后2022年1月也主动停止, 主动停止避了一劫, 但会否秋后算账也未可知, 回顾立场新闻2021年12月29日拘捕, 有一段相当长时间, 钟沛权被还押一年, 林少彤被还押十个月, 接着到了2022年的时间, 才开始去审理这件案件, 2022年应该是10月31日, 这些印象我应该挺清楚的, 2022年的10月31日开审, 段段续续排期审, 审了几天?57天, 一路怂审到2023年的6月左右, 接着有三次延期判决,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快必按未搞定, 另一个原因就是英国书物院的判决, 就是说煽动罪一定要涉及到煽动暴力和暴动才涉及到, 可否用这个判例呢? 当然香港这帮法官带着英国式的假法都不会用英国书物院的判例, 也没有人权为标准的地方, 1991年香港在港英时代通过的人权法案条例, 说明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准则, 什么约翰尼斯堡原则, 相称性原则, 也就是我们在台湾经常说的比例原则, proportionality的原则, 基本上完全对这件事非常无法适用, 煽动如果不是造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在美国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障, 在英国有bill of rights的保障, 在台湾也有宪法有关的保障, 在日本、法国、德国、欧盟、法汉国, 任何的民主自由国家都有宪法制度性的保障, 也有违审查, 即是香港的司法科学制定的程序, 今时今日, 如果一个煽动罪只是说到对政府的仇恨, 而不是形成一个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我们以前读法律常常说的, 例如一个戏院突然说, 放我出去啊,快点冲出去啊, 那于是大家冲出去踩死人, 这个造成一个虚报火警, 那些人冲出去, 造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这个情况就是说, 言论自由一定要受限制, 有些表建制也受限制, 比如美国也有关的一些宪法法例, 说你萧国旗, 这个是表建自由限制, 那当时呢, 5比4呢, 就通过了萧国旗, 即是禁制萧国旗是不违宪的, 这些地方我们可能可以理解, 你不要把五星红旗同那个, 美国的花旗黎比亚, 美国的五十州的这个旗次, 它的民主自由联邦共和国家, 怎么可以与这个专制独裁国家相提并论呢? 它有民意基础的嘛, 值得保护的嘛, 独裁国家是不值得保护的嘛,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不能相提并论。 好了, 说回这件案件, 2021年, 抓了他, 2022年开审, 曾经一度可以成功保释, 所以中培权找了12个月, 林绍彤找了10个月, 林绍彤就是一个处理总编辑。 好了, 接着呢, 出了来, 他正在保释, 接着呢, 告了这两个人和母公司, 连续三次延期判决, 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 英国书入日圆, 快必按等等的东西。 好了, 去到今天, 终于宣判了, 今天终于宣判呢, 就是在湾仔裁判法庭, 10楼, 中午时份呢, 超过70个人, 已经在地上排队, 有些戴着口罩呢, 就是叫做,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不知是反凤, 或者是离真地想, 有一些呢, 有一个呢, 是一个记者来的, 这个记者是一个, 应该不是记者, 是将会成为记者的人, 是大学生, 在读全理系。 那么, 花庭线的记者就问他, 究竟你, 怎样来这个地方啊? 因为他说, 因为《立场新闻》这个媒体, 他才立志要读全理系, 未来成为记者, 并且说, 无论今天判成, 有罪还是没有罪都好, 因为当时被判了, 无论他是判有罪还是没有罪都好, 都不影响到他的决志, 他认为只要报道事实就可以了, 那这个报道事实就可以了, 是不是事实呢? 稍后我会讲一下, 因为呢, 陈国基又说可以的嘛,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另一件事。 那么, 原定两点半开庭的, 就是去到三点半才开庭, 最后的判决, 是由郭伟健去做出, 郭伟健呢, 他是国安指令法官, 也上一次对于煽动罪, 判过这个阳川案, 同一个案件, 当时阳川案呢, 口口声声就说, 需要证明煽动意图, 但他煽动意图呢, 基本上是完全是稀释版的, 即今天他说的煽动意图, 就是他认为你有意图, 就有意图, 是不需要实际的证明的, 比如说, 有一个煽动内容的一些, 有煽动内容的一些文字, 你将它放任, 去将它摆出来, 罔固, 即是readness, 它可能有煽动的可能性, 然后你知道, 这些文字有煽动的可能性, 然后你罔固一切, 之后将它登出来, 就等于煽动意图, 这跟我们一直在Common Law说的意图很不同, 意图就是intention, 就不是那种所谓的未必故意, 即是说, 没有所谓, 而是意图一定说, 我一定要继续你这个政府, 一定要羞辱你这个政府直到你颠覆为止, 煽动人家对这个政府的仇恨, 要证明被告有这种心态, 那你不可以挖开人家的心堂来看, 但你客观的证据证明到, 喂,你被告, 前前后后有得直接间接, 环境证供, 证明到这个被告真的有个心态就是, 他对于这个政府充满仇恨, 和煽动大家要推翻这个政府, 那才叫煽动意图, 但是郭伟健, 无论在羊村案, 还是在本案, 就将煽动气图, 气息, 再说一次, 有煽动性质, 他认为客观上有煽动性质的文字, 或者是图案, 接着你, 妄顾有可能有达成煽动的效果, 而将它出版, 而将它公开, 这个就是媒体上的不当, 而这宗案, 就是1997年, 主权移交后, 第一宗用煽动罪, 来告媒体的案件, 未来会不会陆续有来呢? 我可以说, 极有可能, 羊村不是一个媒体, 言语治疗师那几个人不是一个媒体, 但他们已经坐完牢了, 也都是冤辱, 快必, 它是煽动罪, 这个我们叫做旧煽动罪, 仅是帐条第九条第十条, 就是讲经时代的恶法, 煽动罪, 最后它也是判有罪, 好了, 去到这宗案件, 照样的, 也都是判有罪, 100%是煽动罪的定罪, 今时今日, 国伟健对煽动意图的这种这样的解释, 影响是深远的, 因为他不知道是对于这种, 我们俗称为旧煽动罪, 就是刑事账条第九条第十条, 有这样的意义, 甚至对于这个所谓二十三条立法,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的煽动可以判到七年监的, 都可以照版主管, 作先例进行, 这个煽动意图可以扩展到这里, 甚至到国安法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的, 对于煽动颠覆, 煽动分裂, 煽动恐怖活动, 煽动勾结的煽动, 都可以作这样的诠释, 即是换言之, 欲家之罪, 何万无前, 它说你有意图, 就有意图, 不需要另外举证证明, 更加不像英国那样, 要证明你有煽动暴力, 煽起动乱的意图, 在香港没有, 它只要煽动到一个仇恨, 就现足够, 什么叫仇恨? 不like就是仇恨, 人家就眉头, 政权就眉头去仇恨, 那就不得了, 即是说这个叫做政权决定一切, 在一种完全无法无天的管治之下, 就是这样做, 香港之所以搞成这样, 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中英两国的摆布, 但同时由香港当时的法律人, 不争气, 相信民主回归, 相信人权法案条例, 相信所谓的司法覆核, 相信吴嘉宁案, 相信庄峰元案, 相信中审法院做出这些地方, 引入这个商政性原则, 就非常好, 但他忘记了一件事, 我们的恶法没有清除到, 而且现在和以前的立法会, 都清除不到这些恶法, 因为有功能组变, 现在只是完全恶化,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 很多的法律人, 很多的以前的, 我们的民主派的人士, 本土派的人士, 没有focus在香港, 已有的法律上面, 多少的沉窝, 即弊去解决它, 同时都没有一个机制, 没有一个制度, 没有一个机会, 给大家解决, 双重的情况之下, 导致到今天的情况, 所以我们做人, 有心慈的反省。 今日开庭, 大家都知道, 法庭宣判, 宗佩权林少彤, 立场新闻母公司, 都罪名成立, 法官郭伟健一开庭表示, 知道被告林少彤, 无法道庭认讯, 辩方资深大律师表示, 早前呈上医疗报告和信件, 多谢国官容许林少彤缺席, 庭上透露, 醉成的宗佩权和林少彤没有案底, 宗佩权文判之后, 表情未有改变, 不时望向旁听直, 林少彤就是因为病, 而未能到庭, 大家知道他在做化疗, 他的辩方代表在庭上, 当作独出求情信, 郭伟健裁定, 涉案的十七批篇文章中, 有十一篇具有煽动意图, 包括有关何桂兰的专访, 陈佩曼和欧加伦等撰写的博下文章, 大家知道这个罪证是十七篇的罪证, 最值得留意的就是有两篇的专访, 他有很多自己特殊的考虑, 例如郭伟健说, 在专访里面有两篇, 一篇问梁仿惟, 一篇问周嘉诚, 他说虽然周嘉诚在专访中提到香港民族主义, 表示不信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等等, 但郭伟健在小月周嘉诚的专访之后, 认为专访的主子是批评其他民主派人士, 即是本土派批评民主派, 所以整体考虑认为不是煽动。 至于梁仿惟的专访, 他批评中共和特区政府极权, 说国安法是打压工具, 但在整体考虑之下, 郭伟健认为专访主子只是交代梁仿惟参政之路, 所以不是煽动文章。 他说你不是就不是, 他说你是就是。 大家知道最针对的是, 譬如说张坤洋、罗冠聪的博客文章, 说他们的文章用假消息散播反政府的情绪, 没有客观基础之下, 谩骂中央或港府。 最值得留意的是资深媒体人, 刚刚说过欧嘉莲的四篇博客, 全部被裁定为煽动文章的, 所以我都担心这个打击, 会不会再扩展到欧嘉莲或何桂南的人身上。 包括有四篇文章, 是穿腕袍, 戴假发, 演一台烂戏, 煽动作为一种法律武器, 灾难现场, 和2020年香港生辞。 郭伟健在判词中形容, 欧嘉莲的文章, 声称一国两制2020年已经终结, 一个承诺的破灭, 批评港区国安法适用范围过阔, 批评指定法官制度, 《律政司追杀政敌绝不守愿》之旅的说法, 裁定这四篇都是煽动文章。 那很可怕, 是不是会继续将茅图指向欧嘉莲呢? 而其中一篇未裁定的煽动文章, 就是欧嘉莲的煽动作为一种法律武器, 而郭伟健在文中批评, 煽动罪已经成为一种为政权所濫用的法律武器。 而郭伟健的判词中是这样写的, 喊一句结束一党专政, 就是指控你煽动的大好良机。 写在江领上三十载行礼如意, 如今有可能变成颠覆, 国安法之下, 创作力量和幻想, 从来不会令你失望。 这就是欧嘉莲的说法。 另一句就是, 他这句全部在郭伟健的判词, 摘要欧嘉莲的文章。 他说这些全部是煽动的。 他说, 觉得冒犯的言论就视作煽动, 再把冒犯言论等同煽动暴力, 等同煽动颠覆国家, 然后把指控当作罪证, 未审先囚, 自创新时代逻辑, 无限上纲大跃进, 正是专制统治者最爱的把戏。 我问你, 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大家都认为是事实, 所以说新闻系学生说, 我说事实就行了, 陈国基说, 说事实就行了。 我问你, 这句话有哪句不是事实? 将冒犯的言论当作煽动。 因为煽动对你的仇恨, 即是你冒犯, 冒犯你就等于煽动。 将冒犯的言论等同煽动暴力, 就和煽动暴力同级。 等同煽动颠覆国家, 然后将指控当作罪证, 未審先筹, 自创新时代逻辑, 无限上纲大跃进, 正是专制统治者最爱的把戏。 请问整句话有哪一句话是说假话呢? 哪句话不是事实呢? 哪句话不是合理的评论呢? 另一句, 在香港, 煽动完税再结合国安法就更美妙, 一之其次, 一句口号, 几句宣言, 就足以控告收押, 不准保释, 未審先筹, 冻结财产, 也不需要告诉别人理据, 只要保安局长相信就可以, 如果说法官竟然还有自主, 渺茫的公义, 只会山山来迟。 请问哪一句说错呢? 是吗? 第一句说结束一党专政, 变成颠覆, 这个就是国安法的创作力量和运输, 又是哪句说错呢? 自己想想, 是吗?自己想想, 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 最值得去讲的一点, 今天不是事实如何的问题, 不是你的评论是客观的问题, 是他认为他不喜欢你的评论, 神是某时不喜欢你的说法, 针对你的人, 针对你的字, 针对你的自由, 针对你的人, 或者针对你的人, 或者针对你的人, 针对你的字, 就可以全部说你煽动, 那做人怎么可能写作呢? 而做媒体怎么可能有新闻自由呢? 宗佩权在原审, 可以一个基本上, 新闻学的基本教材, 她的所有的辩词, 宗佩权跟她说的所有说法, 无论是Audrey, 或者是宗佩权, 她在审判过程中所说的说法, 包括林兆彤最近的一篇文章, 全部是未来香港的泛民, 不是Pandemocrat, 是一模范文章, 是以后可以成为帖堂的, 她说出了一个新闻, 记者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对于专业的勇艺, 坚持, 和她什么叫专业? 宗佩权有一句话, 她说我今天要接纳别人登的文章, 我剃别人登的薄客文章, 专栏文章, 要问的问题不是我要登什么, 而我不登什么, 三样东西我不登的, 一,煽动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第二, 识谤或者涉嫌识谤, 第三, 有危害公共健康卫生的危险, 是三样东西。 其他的情况, 这个无论是曾育成的, 叶柳写的东西, 梁振英写的东西, 你感投, 基本上, 你没有诽谤的成份, 没有刚刚三样东西的话, 基本上都给你登的, 是吧? 那这样东西的话, 我可以这么说是一个事实, 小弟是立场新闻的驳客之日, 当然我在2020年国安法之后, 不想看到立场新闻, 也都没有再投稿的, 那我也都希望, 我已经离开了香港, 我基本上, 不会抓到我, 但我不希望害到, 在香港的传媒机构, 所以我没有再投稿的, 我没有再投稿的时候, 我会知道立场新闻, 仍然有很多人在投稿, 仍然希望顶个天花板顶, 但正因为这个原因, 2021年呢, 就将它全面这样去打压, 这个不可以怪欧嘉林的, 是应该怪极的, 极权政府这个粗暴, 好, 那你说, 中配权这种思维方式, 有什么问题呢? 今天你煽动意图, 过度扩张, 跟着你做违审查又停摆不前, 也都不做真正符合人权准则, 约翰内施保原则, 人权法案条例, 中审法案讲的一系列的, 相称性原则, 对人权的限制, 要必要适当和合乎比例的, 这种情况, 全部不说, 完全是用一种, 党国安全为优先, 官威是最大, 来镇压下去, 可见, 现在香港已经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每一个媒体, 一个明报, 只有一个disclaimer, 一个免责声明, 说呢, 你们各位,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只是希望坚言, 不希望煽动仇恨, 邓炳强已经出来说, 我不收货的, 你自己要审查到吧, 目的是什么? 你们所有记者都要做我党国的爪牙咯, 你自己审, 本来我想禁十篇的, 你自己审查禁二十篇, 我喱喱喱喱, 有第二十一篇要禁, 你未禁的话, 我们拉你, 赢的永远是党国拿权的人, 输的永远是记者, 传媒嘛, 你要做打手, 什么责任的又是前面的人, 而你成为了一个专制政权分割的一部分, 你帮他做自我审查, 就例如最近, 很多学校被指令, 教育局指令, 要求他们图书官的书自行审查, 要自己自查自苟, 苟证的苟, 好, 那结果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共产党独裁专政的秘密, 纳水, 共产, 所有的一些所谓的, 方天下之大谋的极左政权, 都用这个方式来处理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搞清楚, 现在香港是什么情况, 这个案例是非常影响深远的, 我知道就是说, 宗沛权判了十二个月, 林少彤判了十个月, 顶多判了两年, 因为这个犯罪判了两年, 你顶多进去坐多一车, 这个说真的, 这个是最坏的情况, 会不会有减刑呢? 他们不认罪, 那你说会不会以最重的刑罚来判呢? 我不知道, 以郭伟健来说, 分分钟判最重的刑罚, 我当最坏的情况, 坐多一年, 对于一个, 现在在监狱里面这样的政治犯来说, 一年, 虽然是很低的架码, 虽然一天都认不多, 但都是低的架码, 重点是哪里? 重点就是, 你对煽动意图这么宽泛的定义, 这个是其一,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开始搞一种中国式的审判, 中国式审判的重要特色, 就是搞定性, 什么叫定性呢? 定性就是说, 今天我们会讲到一点, 就是定性, 这件案件, 这件案件, 就是一件什么案件呢? 就是一件, 涉及到, 这个, 它定性, 不是这个案件件, 是定性《立场新闻》这个传媒, 是吧? 就是, 法官先读了17篇文章中, 有11篇是有煽动意图, 是吧? 就是, 就是, 张坤洋, 欧家伦, 欧家伦, 张坤洋的文章, 罗冠聪的文章, 就是博客文章, 跟着, 跟着, 欧家伦的一些文章, 跟着, 一些关于中大校有益术中大暴动的专访, 何桂南的专访, 刚刚讲梁仿卫, 或者是, 其他人那些, 就是, 所以 Glan безman投资, 将他拋开, 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拋开, 他个理由很牵强的, 就是 bạn兔, 脉鬥民主派, 这是 como他是这样的理由, 我觉得不在重点。 他说Gan faux btw, 自己的, 从政的心努力醒, 讲真何桂南业, 何尚不是如此呢? 所以他的判断, 我不知道他浮标在哪里了, 但浮标在这裡, 法官裁定, 立场新闻的政治理念, 是, 本土主义, Localism 媒体路线是支持及促进香港本土自主 在反修例期间更成为抹黑和中央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工具 喂 立场新闻是温和民主派来的 它是何来本土主义呢 是吗 支持及促进香港本土自主 此外由何说起呢 有没有讲港独呢 它又不敢讲 这个叫什么 大高母搞批道 叫做铁标签定性 毛泽东搞地富反坏右 黑五雷 你那些其他的 红五雷 黑五雷 红五雷 定性 好像贴个符咒 标签在你身上 你就变成那样东西 共产党最轻咬这样东西 譬如说 六四之前 四二六蛇论 就说 这个学生的示威 是一场动乱 这个定性 定性可以对这件事件 亦都对媒体 到今天 苹果案审了这么久 都未将苹果日报 说你的政治理念是本土主义 你这样的定性 一领压下来 之后就说 今天告你煽动罪 益了你 第二天告你新的煽动罪 即23条 或者国安法就可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最重可以判冒期徒刑 即是终身监禁 他一贴这个本土主义 说你支持香港本土自主 抹黑重商中央特区政府 说你颠覆都可以 即是告诉你 我两个剑给大家看 我定了你性的了 我现在罚你两年 你继续坐牢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以后 分分钟出更重的剑 对付你们 所以香港哪里是红线 每一个控罪元素 他完全把它微平 他也完全用铁标签的方式 用定性来处理问题 总之他就说 11篇的煽动文章证明 钟佩权林兆彤 知识并认同文章煽动意图 提供立场新闻 做发布的平台 接着意图煽动 憎恨中央或香港政府 激起香港居民企图 不寻合法途径 速置改变 依法制定的事项 及憎恨司法 无论如何 他至少是罔顾煽动 效果 这个有趣 他将intention 意图 watered down 成为 wreckless 妄固煽动效果 妄固煽动效果 就等于意图 什么叫妄固 就是你觉得无所谓 操心大意 觉得无所谓 就给他过 这个就是他取巧的地方 然后煽动不需要 陷于暴力 及动乱 这个另一样 他说 在中大校有专访发布时 第三被告林绍彤 接管总编辑职务 林绍彤曾出席 网媒论坛 发言支持反送中运动 在警方去信投诉之后 仍坚持发布文章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记者 应该做的事 警方投诉 你坚持 就是你有罪 哇 警察自说 很有趣 那我看看周边的人 会如何看这件案件 我先讲讲 林绍彤 先讲林绍彤 林绍彤 直至九月中 仍有病假 当然 现在两个报备被告 已经获准保释 等待九月二十六号判刑 林绍彤的亲不信 他今天没有出庭 因为他有病 他都获准 可以不出庭 林绍彤 赞色了陈诚信 讲一些重点给大家听 我读完整篇了 这句话很重要 他说 我就是林绍彤 我依然记得 还压最初 与警官会面 其中一位形容大家 国为其主 这些就是那帮蓝丝 那帮共狗 经常讲的一句说话 国为其主 你们帮外国势力做事 我们帮中国做事 或者你们为民主的理想 我们喜欢专制 打和啦 善恶有判 真假有别 今天 不是在于 我们 根本我们不是为美国做事 也不是为民主派做事 而是为我们心中相信的真善美做事 这个是最大的不同 这帮人 不可以用国为其主 来推卸这帮人 邪恶 虚假 假恶丑的本质 这帮人 周佳赖市 我有我的文化而已 随地涂谈 这个是我乡下的文化而已 国为其主 就是这种说法 警察 他自己知道自己做得不对 他说我为我自己的人 我是曹刑 你就是孙刑 你帮孙权做事 我帮曹操做事 国为其主而已 他用这样的思维来看问题 那这种警察 告诉他这件事 你知道林少彤 他怎么写呢 他说我后悔当时没有把握机会向警官解释 新闻工作者从来都没有效忠哪一个 和哪一个为敌的 如果有真正效忠对象 只能够为了公众 因为信奉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唯有传播思想的自由 才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 我在2012年 加入新闻业 新闻界面临各种隐忧 或明或暗 偏财室 方针难途老总 财团的左右 编辑自住空间 越来越狭窄 立场新闻 就在这个背景之后成立 参与立场新闻的每一位 可以抱持同一个理想 立场新闻能够生存7年 很大的原因是读者想看新闻 真正不受财团金珠或党派左右 即使在最后的时间 新闻自由在半空中堕落 我们在巨大压力中 依然坚持 無愧于时代 我们发掘差点被掩抹的真相 为无权者弱势发声 即使面临攻击 我们尽可能趁人同事消失之前 留下历史的初稿 每一位同事都心知肚明 我们选择留下 用尽合逢内所有空间 由2020年7月 控风指控干犯煽动控罪开始 立场新闻报道获30项新闻掌嘉许 曾经和一群出类拔萃的新闻工作者 并肩工作是我的荣幸 本案关键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新闻工作者不单要为报道负责 明知公众有知情权 而刻意违避不报道就是失职 正如今日仍然紧守岗位的每一位新闻工作者 我只是行业中其中一个人 刚考成为被告 这个就是林兆彤的陈情讯 我希望大家不要写求情讯 写得好就是陈情讯 这些都说得相当清楚 今天辩方大律师Audrey怎么说呢 本案和以往的煽动案件不同 两个被告是新闻工作者 涉案的文章并不是以往的煽动文章 具有宣洩性或表达特别的立场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案件的严重程度和受责程度 Audrey说 中备权和林兆彤在被捕之后分别已经还压三百多日 本案最高刑罚是监禁两年 如果在狱中良好行为 可以获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 即等同两人已经监禁16个半月和15个月 而在23条通过之后 和国安相关被判入狱的案件 未有人能够获得刑期扣减 辩方重申 本案不应判处最高刑期 两名被告如果获行为良好扣减 以还压的日子已经多于刑期 希望法官能够判处的刑期 不会超过两人已经还压的日子 与一眉说 《立场新闻》在两个被告被捕后随即停刊 中备权是由2021年至今没有任何工作和入息 她的太太陈佩敏仍然就《苹果日报》被控串谋 勾结外国势力案还压 而另外的被告林兆彤就患有严重疾病 现在必须接受化疗 如果被判监就难以接受治疗 林兆彤已婚欲有一名年幼女 她亦在本案案发后失去工作 现时有少量兼职工作入息不多 案件对林兆彤造成经济打击 她亦因而失去以奖学金到外国著名大学深措的机会 这就是Audrey的说法 是相当清晰的求情 中备权是如何求情呢? 她提及她的妻子陈佩敏 采访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 成为最后一位离开日本的香港记者 2011年311后 说她相信假如日本出现更大灾难 她更应留下继续采访 因为妻子作为一名记者 怎可以转身离开呢? 认识不少香港新闻工作者 包括很多立场新闻的前同事 在过去和现在都抱持着相似的信念 决意留守新闻现场 见证和记载真实的故事 聆听和技术分云的思想 相信这个故事和思想 可以刺激、啟发人们思考 反映时代、塑造历史 中美权说 我知道有更多并非新闻工作者的香港人 同样一直坚持在各自崗位上实践信念 他们当中更有人 因为在乎社群中的众人的自由和尊业 不惜付出失去一己自由的代价 遇失记录和报导他们的故事和思想 是新闻工作者不可逃避的责任 是多容易证词 当然我知道最近彭定康最新的消息 都看到Chris Batten 都认为这件事是强烈譴责这件事 就是这个判决 无国界记者谴责裁决 因为裁决再度冲击香港新闻自由 亦立下坏先例 質疑日后任何不紧随官方立场的事实报道 都可能触犯煽动罪 促请香港政府停止利用法律 已经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既强烈反对当局以煽动罪 港版国安法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法例 是检控按基本法行使权利做新闻工作的所有人士 郭伟健现在撒取林小彤的医疗报告 说他裁决已处理立场新闻成立以来的 編裁方针、公信力和当事民情的议题 辩方可以审视 辩方说稍后会承交医疗报告和案例 会在9月26日再开庭 2点半下午判刑 在控方不反对之下 两名被告是获春保释等候判刑 中辉权离开法庭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表示 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言人回应说 裁决是香港新闻自由收窄的又一例证 恐怕会进一步限制意见多元交流和资讯自由流通 欧盟在新闻稿里呼吁 香港当局停止检控新闻工作者 恢复对新闻自由的信心 发言人说保障自由、独立和多元的传媒 对健康和强硬的社会 自关重要 由于时差的问题 我们都期待 亦都预计 美国亦都会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会发出他们的声音 现在香港的官员又怎么看呢 政务司长陈国基回应记协声明说 特区尊重和重视新闻自由和 法律也有所保隽和 所有记者只有依法和依事实报道 又说在香港并非不可批评政府 但要视乎批评的目的 没有的 今天就是说你去出版别人的说法 你就煽动了 你认为他批评目的 是没有煽动 你认为有煽动 我就被人逮捕 两年了 李贵华说 相关案件必定经法庭审讯而定罪 不会随便 这些走狗 与那些纳粹时候的党官有什么分别呢 与那些康生啊 是不是 那些什么姚依林啊 有什么李鹏啊 有什么分别呢 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贵华 回应时候说 警方执法时被部分人 批评打压新闻自由 而法庭的判词正好反映 警方当初执法的理据和急切性 其实两个在这里 扯猫尾而已 至于涉案十一篇 被指有煽动意图的文章的作者 或记者会怎样处理 他说会视乎相关人士 会不会有煽动意图 人家说明有煽动意图啦 出版你的人 已经判两刀了 即未必两刀的 起码要判有罪了 现在还没判刑了 已经困了一刀和十个月了 出版你的文章的人 都已经有罪了 你写这篇文章 还不是煽动意图 喂你李贵华 不要揣着明发 装糊头 抓傻办 喂你今时今日 即是这样做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否留下一手 一事不告邝家伦呢 我希望这样 但今时今日 我觉得每个人 留下香港的人 都已经有这样的 作误 随时都可能是深陷零误 是吗 但是立场新闻 也有其他的薄客 会不会 朱联会扩大 第一 已经露了名的人 已经离开了香港 就是张军阳 羅冠聪 就算了 但比如说 陈佩敏 他现在在里面 其中一篇文章 陈佩敏 写的 钟佩权 这个是他老公 现在就是被告之一 譬如说 欧家伦 这些人 那他们怎样呢 是否他们 下一波要抓这些人 接着 薄克今天 拿17篇文章来告 他会不会另案 去告其他新的文章 没完没了地告下去呢 还有 众新闻呢 会不会秋毫算账呢 还有 现在你看着 雜誌社 renews 你看着法庭线 停刊 你看着独立媒体 你看着 这个其他的 民间的媒体 大家都知道 会不会继续被 捉小鞭子 抽候算账呢 就不用说这些 每一个人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自媒体工作者 有些还是香港的 我们在外面的 自由 你们在香港的 没有自由 你们每一个人 说一句话 柳一个人 发一篇文章 是否都等于煽动呢 他是不是这个 所谓煽动意图 这个地方 一吸进来 连一个媒体 他只是登人家的文章 都可以被捉 那么 香港的记者 所以 新闻工作者 以后怎么做呢 我很希望 每一位 现在在读存理系的学生 就像今天 听审的这位朋友 一样 可以 坚持初心 慕望初冲 你不是只说事实就可以 而是说得出一些 有勇气去说事实才可以 有勇气去说事实 不是拍拍胸口 或者跳下奔枝章 这个是勇气 这不是勇气 这个是刺激 真正的勇气 就是你面对 不测的风险 生命身体自由 可能受严重的 限制或者破坏 你依然坚持到底的 这个就是勇气 而你闯过这个勇气 这个就是真正的 自由的灵魂 自由 就是 面对 权力 say no 的勇气 这个就是自由 不是 沧海一声笑 的逍遥 逍遥 不是自由 抵抗 才是自由 OK 那么他说呢 如果认为相关 这个李桂华说 如果认为相关人士 有煽动意图呢 警方将会和律政司 进一步商讨的 即是基本上磨刀霍霍 磨刀霍霍 至少9月26日判刑刑 然后再看什么 但是我想 怎么说都好 这件事已经是相当严峻的问题 我简单再重复一次 煽动意图过度扩大 新闻自由 荡然无存 用铁标签 中国式法官的方式 来定性 立场新闻这个媒体 为本土主义 支持及促进香港本土自主 媒体就是媒体 你为什么要定义它的定性呢 你将它视为一个宣传工具 一这样定性 今天可以告你煽动 明天可以告你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无企图认 基本上正在来 即是换言之 任何东西 初原感变 不断将东西翻车 到头 而煽动意图这个定义 是可以被 適用到新的煽动罪 就是23条立法的煽动罪 以及国安法所有煽动的罪行 这个煽动又不需要证明了 即47人案 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 你初算怎么颠覆国家政权 无差别否决预算案 怎么颠覆国家政权 不需要证明 那你怎么证明 你用暴力 威胁使用暴力 或其他手段 不需要证明 任何手段都是 今天也是 不需要证明性煽动意图 我说你那件事 看你不顺眼 接着你妄顾 这个后果 将它推出去 这个就已经煽动意图 各位荒谬 更何况 外国来说 民主国家 一定是说 煽动暴力 或动乱 才是真正我们要做 就是我们所谓的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对别人生命 身体 自由 财产 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这种言论 是需要立即被控制 另一种就是诽谤 另一种就是 对公共卫生 这些生命身体的问题 所以这些情况的话 是中备权判断准则 做媒体 当然有它本身的一些价值观 当然有它的立场 你美国有左派的有右派的媒体 是不是 以前在香港有亲共的 也都有反共的 甚至是民主派 或建制派的媒体 whatever 但是现在没有 全部只是清日式 一定要共产党 不like就不行 党国安全压跨一切 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新香港 新香港 这个就是相当令人 压缓的一件事 所以这间立场新闻的母公司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 《立场新闻》的前总编辑 中配权 《立场新闻》的前处理总编辑 林少彤 都是被判有罪 这间公司被申请要清盘 要充公所有的资产 但是这间公司没有资产 不需要care 56日或57日的审讯 裁决三度押后 结果就是这样的判决法 拖磨了那么久 换来了欧盟 英国各方面的关注 事指今天是否足够呢 当然是不足够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看 有关的判决书 我们稍后有机会都希望 好地分析判决书 但我已经将它主要的内容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主要的精神 主要的重点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希望大家也要留意 这些基本内容 彭定康我们知道 这是香港新闻自由最黑暗的一天 政务司司长说 如依事实报道 不存在限制 记者协会说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这些情况 大家都知道 是相当令人心痛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继续祝福中佩权先生 和他在育中的太太 陈佩敏女士 也都是祝福很多很多 例如林少彤先生 他现在身患癌症 希望他尽快 获得治疗 继续康复 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人听审 陈朗昕 前记协主席 也是 《立场新闻》的前 副采访主任 我看到很多其他人 也是听审的 每个人 其实都是拿一个心出来 和大家面对面接触 我希望他们 可以判决完之后 不需要再坐牢 我都希望他们 信自己的心 在自己想在的地方 做应该要做的事 我们在外面 我们希望将这件事 和全世界说清楚 我们希望借着不同的节目 粤语的 譬如台湾的华语的节目 可以和大家说清楚 感明白 在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各位同道 都会用英文 和大家说清楚这件事 香港是很差 甚至外国很多的记者 外国很多的商家 他们的子女 旅行的 做报道的 投资的 做生意的 甚至是一个普通的僱员 在香港 你说一句话 都会出事 这件事 这件事 这件案件 表面上正是针对 新闻工作者 实际上是针对 所有人 它限制的 不只是新闻自由 就是全面的言论自由 希望大家明白 希望大家明白 复巢之下 无怨论 现在香港真的很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依然 反抗 依然做日常生活抵抗的人 不合作的人 大有人在 不要买那些垃圾报纸 听多些真实的声音 看一些好的香港的自媒体 外面的好的节目 包括本节目 也希望大家有很多同道的好的节目 希望将这些声音 能够继续广传 在香港人 我们能够做到的事不多 但至少做到一点 不变坏 不要变成那帮人假恶丑一样 不要变成丧尸 人家叫你执行 虚如毁舍 人家叫你去做一些作恶的事 那就叫做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做老师的 做记者的 你背着的重担 是史无前例的 就正如当年 东欧记者 背着的重担 就是正如 在专制独裁的国家 各个 新闻工作者 放言者 发言者 每个公民 所背着的重担 一样 我们会共饮此苦杯 我们会为你们 讨告 支持 打气 加油 希望大家 珍重 下一次再说